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和人文规律背道而驰 则会丢失掉德 人们都想得福报 儿女都好 都有前途 父母长寿 怕凶事横祸降临自己的身上和家中 但是要想得到福报 无灾无难 就要做行善积德之事 不做损人利己的坏事 那我们来看看 做些什么事可以积累善德 得到福报 福及子孙 一 孝 摆善孝为先 孝的意义一般表现为孝顺孝敬的 道家认为孝道应该是出于自然的一种行为 但是 人是唯一一种 可以不按照自然规律发展 能为所欲为的动物 所以 道家强调 人要回归一种孝道的本性 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这是本应该做的事 二 救人性命 俗话说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人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 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 当看见他人遭遇了生命危险 或者不幸身患重疾 又或者遇到其他意外情况 倘若能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或技能 以慈悲心前去打救 使对方重获新生 此功德最不可思议 必将给自己及后世子孙 带来源源不断的福报 三 兴建大力 协助建设公共设施 譬如开渠岛水 修筑堤防 修建桥梁 救济贫困等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都算兴建大力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会说修桥铺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功德 只因修桥能度千万人 铺路者能力万千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处集资修路修桥的地方 都很容易看到捐刻着出资人名字的功德碑 在大力州建川县 有座与金沙江上铁链桥同名的风雨桥金龙桥 桥亭上也有一副银帘 崇善怀德寸心朝日月 修桥铺路英智姬儿孙 由此可见一斑 四 剑杀放生 一切诸众生 贪生惜惧死 我命即他命 甚物轻于笔 口腹乐肝肥 杀戮充饮时 能怀侧饮心 想念笔经句 故当不忍时 以正慈悲行 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都应当怀有 对待人的生命所具有的那种侧隐之心 放生的目的是为了救生 以慈悲心 慈悲行 救助弱小生命脱离死亡 重新获得生机 还其自由 让他们在相对良好和安全的环境中 完成其生命的正常过程 所以 放生 应当遵守一些基本的准则和要求进行 放生前应当施行一定的合理的方法 确保所要放生悟命的健康 这包括 以五股饲养其命 和以五德能量饲养 安抚 净化 直善根 与其灵性之中 同时 要设身处地地考虑放生后他们生存的环境 寻找和确定良好的放生地点 确保救生的一举能够成功有效 五 供养 狭义的供养是指 力养供养与供敬供养等物质方面的供养 但新型的供养是使物的供养真正具有意义的关键所在 供养的动机非常重要 如果纯粹是为了利益无量众生而做善事 这样善心就是上品的善心 比如有一妇人为炫耀自己 每日供灯万展 另有穷人为利他积累成佛资良 竖起强烈供养之心 而尽己力供灯一展 从功德而言 后者远胜前者 此即发心差别所致 因前者动机产狂 昔为八法所染 纵然供品精美华丽 树木庞大 功德却不如以清净心 供微薄之物 古代印度有一个老母生活贫穷 他见阿蛇侍王燃灯供佛 从宫门外一直点到 知元经社 心里非常感动 很想供养佛 就以自己乞讨所得 仅有的两文钱 到邮店买邮供灯 邮店老板说 你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为什么不买点粮食呢 他说 佛福田难遇 我要为后世种福 他去佛前点灯时 考虑到油少 点不到半个晚上 就发誓 若我未来是能 成就像施迦佛般的果味 这盏油灯 这盏油灯应当通宵不灭 发完事后 老母磕头离去 当晚 阿蛇侍王供养的油灯 有些以油尽而灭 而老母的供灯 比其他灯都要明亮 而且油也燃不尽 灯光通宵不灭 次日清晨 木剑连尊者 尊佛吩咐 次第熄灭油灯 其他油灯都被熄灭了 只有老母的供灯 连熄三次都不灭 木剑连又举袈裟来扇油灯 灯光反而更加明亮 他又以神通引来隋兰风 欲吹灭油灯 灯光更加至盛 光明上照凡天 照亮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处处都见这盏灯的光明 为什么神通第一的 大木剑连使尽浑身本里 也熄灭不了一盏小油灯呢 在藏文大藏经中 佛说其中的原因是 生文是自私自利的心 不如老母发心广大 所以熄灭不了这盏油灯 六 注印经书善书 经典经书善书诞生 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善书经书是赐予大智慧的 是宣扬大道之理的载体 经书善书在手 沐浴高人智慧之光 圣读千万经典 注印经书善书 可以结下善缘道缘 可以得到十天善神的拥护 而邪宠不敢侵扰真善人 注印流通者祸福 消罪解恶 福禄绵长 利益自己及子孙 注印流通经书 逢凶化吉 坎坷见消 所作如意 注印流通者家庭和睦 子孙聪慧 受人尊重 祥光笼罩 注印流通可增长智慧 愚者转至病者转见 命运亨通 注印流通能为三界众生 种植善德道源或无量功德 注印流通独颂者 不贵三恶道或人天福报 做好事都是功德 无论其大小都是行善 而劝善旨在使人行善 其方式方法说到底不外乎 言传与身教两种 而这里所谓身教 事实上就是公行善事的实践 由此而言 劝善同行善是不可分离的 俗话说讨礼不言 下字成漆 他歧视人们 行善本身就是最好的劝善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许多劝善者 尤其是某些 在劝善方面 富有特殊使命的官员们 却有意无意地 忘掉了这点常识 他们把思想道德教化 紧紧停留在嘴巴上 所谓舌灿莲花 语经四座 给听众留下一场美好的印象 但自己却一条也不付诸实践 甚而反其劝言而行之 一边明理大讲真善美 一边暗理大师假恶丑 此类典型甚多 翻简一下他们昔日在阳光下的言论 或义正言辞 或唯唯动听 哪一条不是值得人人 重奉效法的 劝善加言道德准绳 但现在人们都已知晓 那些美伦美奂 道貌爱然的训诫 都只不过是说给别人听 要求别人做的 在他们身上 劝善同行善 是根本分离的 以上七点归纳起来 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 那就是 持续做好事 做善事 累积善行 结善缘 积善行德 就能功德无量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